不断在目前的交易市场上,寻找防守型外线球员的火箭队,现在可能要高兴了,因为今天上午有一个好消息传来, 据称热火队的詹姆斯、约翰逊和迪昂维特斯已经把他们的社交平台里关于热火队的所有信息全部删除,那意思已经很明显了,他们已经与自己的劳动价决裂,不再有什么关系,先不久热火队把三名球员放入了交易平台上,泰勒、约翰逊、维特斯和大白鞭,这三人都是上赛季热火队不可或缺的球员, 不过詹姆斯、约翰逊也传出被火箭队看重,火箭想用安德森换他,那也就是说,除了上面说的三人之外,詹姆斯、约翰逊也成为了热火队想要送走的球员,上赛季在热火队约翰逊长军10.8分4.8篮板,他是热火队外线最好的防守球员之一,不过合同有点偏高,如果不是这样,火箭队可能也不会用自己的意见合同, 安德森来交话,这次詹姆斯、约翰逊已经与老东家全裂,把关于热火队的照片文字内容一并删除,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他肯定还是比较希望留在热火队继续自己的NBA生涯,可是热火队又送走他,既然热火队这么做了,也别怪约翰逊无情了,他不能拿热火队如何, 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删掉内容泄愤,火箭看中的球员与老东家产生了裂痕,这对于休斯顿火箭队倒是个好消息,毕竟他们已经看中了詹姆斯、约翰逊,现在约翰逊开工没有挥头剑,只能在狭塞记离开热火队,那么火箭队得到詹姆斯、约翰逊的希望大增, 如果火箭队能够得到詹姆斯、约翰逊并能把自己球队中的莱恩·安德森交易出去,即使搭上一些年轻球员,也是非常值得的,虽然只是理论上的可能,但詹姆斯、约翰逊一旦加盟火箭队,他将会在球队三号位及四号位上,带给火箭队巨大的帮助,进攻攻退可守,能塞蒙斯的强力前锋詹姆斯、约翰逊,目前正是火箭队封线需要 新鲜血液的时间,詹姆斯、约翰逊就是那个最佳选择。